今天要開箱我們在和歌山的新家 我們已經整理也差不多了 這次搬過來我們選擇在二樓 因為和歌山每次颱風來都會淹水的樣子 山本先生有點擔心 那因為阿湘還小不大會爬樓梯 等他再大一點應該也有辦法自己爬上二樓 那現在山本先生跟阿湘在樓上玩 我们就来介绍一下我们的新家吧 门一进来是小小的玄关 可以让我们放鞋子 那这边还有鞋柜 基本上是够用啦 我跟山本先生两个人的鞋子 鞋柜旁边有一个小小的空间 刚好让我们放娃娃车刚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上楼吧 楼梯有个转弯处啊 我觉得还蛮危险的 可能就要等阿湘大一点 有办法自己爬上来啊 才敢让他放手自己爬 那我们现在看到我们的 小可爱的阿湘 一开始搬来蛮担心的 想说这里怎么没有一个门啊 所以我们就买了一个柵篮 把他围起来 尽量不让他在柵篮旁边 因为我觉得他有一定的危险程度 还有山本先生 嗨 一进来就看到我们的厨房 然后旁边就是小客厅 阿湘的游戏区 游戏区外呢 有一个小小的阳台可以晾衣服 这一区我觉得还不错 因为我边煮饭啊 可以边看阿湘在干嘛 那还有一个坏处就是啊 我在煮饭的时候 阿湘很容易跑来厨房这边玩 想要我陪他玩 然后去按瓦斯啊之类的 那其实这个空间我觉得还算蛮大的 那旁边连过来呢 就是浴室咯 浴室跟厕所呢 它是干湿分离 那全部都在这里面 一进来呢 就是洗衣机 洗手台 这一间呢 是厕所 我们先买了一个架子可以放卫生纸 厕所没有什么值得可以介绍的 那最可以讲的就是这个是免制马桶 浴室因为今天天气不大好 所以所有的衣服在这边烘干 浴室最值得讲的就是呢 它有一个功能啦 还不错 可以呢 烘干衣服 太热有凉风 太冷有软房 那每天呢 都有24小时的唤醒 这是在热海浴室没有的 这种新型的浴室我觉得还不错 这一面墙所有的小家店都从热海搬过来了 楼梯上来左右边有两间房间 那先来看我们的寝室好了 打开啰 有点暗 寝室有一片大片的窗屋 我觉得它踩光真的还不错 踩光 那我开一下灯 因为没有买床架所以我们的床啊整个就是直接放在地板上 那小床呢是给阿湘睡的 另外呢 还有这个橱柜 顶天的橱柜可以收衣服 另外一间房间比较小 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间是什么 变成我们的储藏室了 变成我们的储藏室了 我们住的这间房子啊 储藏宫间太小了 所以这些东西啊完全的 藏不住 全部都摆出来了 那这间房间也是有人在衣柜的喔 哇 阿湘在玩耍 这边的顶天的衣柜啊 我们也是塞满的 但是东西实在太多了 完全塞不下 唯一的小小收纳空间呢 我们也是 摆了挺多东西的 没有摆满 那上面就是我们那样的美酒跟便当盒 下面呢我们有太多瓷器 锅碗瓢盆啊摆不下 那这个就是回收的衣服 这个收纳没有摆满 因为想要预留一些空间 那我们已经搬来住了一个礼拜啊 我觉得乐海跟和歌山居住环境比的话 我觉得这里真的是比较好住 怎么说呢 因为附近呢有三家超市跟两家 百元店 走路啊推娃娃车就可以到了 那我住伊豆山啊 这些 都没有 那必须要搭公车 然后再走路 或者是要自己开车 我觉得这边真的方便很多 但是啊 这边的休闲 娱乐场所真的很少 可能三餐就要自己煮 而且餐厅也蛮少的 我觉得住在这边应该可以 省一笔钱 那而且呢 住在伊豆山啊 因为大家也知道它的土石 摊邦啊 每到大雨啊 山路都会封路 或者国道都会封路 比较 会让人家 因为我有阿湘嘛 比较会紧张 所以要是要带着小朋友逃难还是怎样 我觉得搬到和歌山啊 换一个新环境 感觉还不错 搬家对我来说 算是一个挑战 那对三本先生来说 其实搬到关西 是他一个熟悉的环境 然后大家都讲关西腔 那其实我 来了一个礼拜非常担心 阿湘很不适应 那后来因为太忙碌 我渐渐其实也就适应了 因为我从台湾过来 也是只剩一个人 我非常乐于挑战于新事物 跟新环境 好 那今天呢 开箱三本家呢 在和歌山新珠的公寓 影片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 下次见 下次见哪哟 下次见 下次见 阿湘已经忍耐不住了 在那边大吼大叫 拜拜 因为 阿湘已经忍耐不住了 在那里 嘛 我看了一个零錢的人就笑了 我搜到你的零錢 你也要吵了 我好嘞 你也要吵了 我好嘞 我好嘞,我抱歉 我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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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了一口 味噌有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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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味噌有味